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不得开心 有钱的儿女惦记 无钱的儿女远离 有伴的互相嫌弃 无伴的孤独无依 没有几个人过得圆满 没有哪个人不抱怨 所以 人生没有完美 平安无事就是福 近日 退休多年的张某突然遭遇美女的一见钟情 欣喜若狂的张某急忙回应 谁知却一脚踏入了别人精心组织的陷阱 近日 被告人姚某一涉嫌盗窃罪 仅将苏省启东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四千元 七十多岁退休在家多年的张某 一日在棋牌室打牌时遇到了年仅四十多岁的被告人姚某 姚某见张某出手阔绰 戴着大金项链 二人就闲聊起来 交谈中 姚某见与张某交往有利可图 而张某见姚某年轻貌美 双方很快就交换了联系方式 约定公园见面 2020年7月30日八十许 装扮一新的张某与姚某在启东市一公园内见面 感受到黄昏热恋的张某与姚某在该公园内东侧一场凳处拥吻 谁知姚某趁张某未注意之际 解开张某脖子上所带的黄金项链搭扣 切得该项链 经启东市价格认定中心鉴定 该项链重61.92克 价值人民币27400元 二人公园分手不到十分钟之后 张某发现项链失窃 急忙拨打姚某电话 而姚某关机联系不上 醒悟过来的张某随即电话报警后案发 温馨提示 退休老人因生活 交际 心理等原因 更易成为骗子们下手的目标 在此 提醒广大市民 天上不会掉馅饼 不要因为迎头小利贪了金钱 请赶上一点小便宜而吃大亏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财务损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